各位茶友好,我是玉秀哥茶谈的老王 今天咱们接着给大家评测大厂的名茶 咱们今天继续评测老同志的茶 上次咱们也介绍了老同志的品牌 那么他是邹本良先生创立的 其实邹本良大师一直是在普洱茶偏配领域有独特地位的一个巨匠 所以今天咱们就特别挑了一款偏配茶当中的古塑料的偏配茶 也是很有性价比的一款偏配茶 叫老同志的良韵 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包装还我觉得还很现代风 这个比较的有这种京剧脸谱式的这种感觉 那总体来说呢 这块是一个400克的大饼 今天老王给大家评测的是这个2019年的这个良韵 那这个良缘良韵呢实际上是这个良缘系列茶的第三款茶 那么从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包装依旧是老同志的这种严谨风格 然后还有一个防伪标贴 我们打开这个茶的包装呢可以看到这个啊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这是2019年的这个鸭的饼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饼呢 首先它的颜色呢是属于比较深的这种颜色 而且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这个牙头料啊 就是春茶料 有很多的这个牙头都带着这个这个鲜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饼子上面啊 这个有一些白色的这个锁条 那么离近了来看呢 就是呃也很有意思 这个首先这个老同志的这个内飞啊 那那老王评测两个都觉得他这个内飞几乎就是在最外面啊 这可能也是老同志的一个特点啊 那么其实良运这个词很有意思啊 在汉语当中其实他是指这个美酒加酿的意思 而且这个在明代时期啊 这个良运也是一个官名的这个署名啊 据说是这个属于光禄寺的这个官名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锁条 这个实际上呢 他这个从锁条的感觉来看 因为是19年的厂 相对比较新啊 然后呢 这个相对看的是这个属于牙料居多啊 应该是三级或者是甚至更三四级左右的这样的料的感觉 那么拉近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牙料的这个鲜蚝壁线啊 就是这个也是很漂亮的 那么我们今天仍然是这个采用的7.6克的这个头茶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7.6克头上聊了老王也是提前先醒了两天左右啊 这个那这款茶呢 其实从干茶来闻呢 它是有一种非常典型的这种果香 果辅香 其实就是果糖香的这种感觉 呃 还是蛮有特点的 而且这个从这点来看呢 就是他所用介绍来说 他是用了这个古树的这个料 那从这个香气上呢 也基本上可以判断的出来 其实他这个用料的是有一定的树立 呃 那当然比较新的茶呢 那醒茶可能时间可以短一些 那压紧的和这个比较长时间存储过的茶就需要比较长时间的醒啊 至少一周啊两周甚至更长 这样可以有助于转化出来的物质的这个分方物质进一步的去融入我们的这个茶汤当中 那么呃 很多的茶友实际上对于这个拼配茶呢 都有他们的一些偏见 老王觉得呢 我们呃 不用太在意说是拼配茶一定就是不好的茶 虽然说拼配茶其中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大品量生产 但是他其实是可以帮助很多的这个山头的茶 他的这个优点得到进一步的突出 甚至是强强呃 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强强突出的这种感 所以跟上次老王比较的这个老同志的懂过啊 这款茶来看呢 就是至少从现在干茶的香气上是呃 要胜过很多的 我们还是先从润茶洗茶开始 因为这款茶他其实压紧的程度呢 不是非常的紧实 所以我们的润茶洗茶的过程就会比较快 那在这里呢 老王正好也跟大家再次说一下 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说啊 第一次洗茶可能出汤速度五到七秒 这个时间并不是教条的要坚守 而是根据茶叶本身的紧压程度 比如像这个呃 之前评测的这个八八方砖这种紧压的非常紧的茶呢 呃 老王就建议大家要多让他在这个润茶的过程当中浸泡一会儿 而且很多这个已经购买了八八方砖的呃 茶友们也反馈啊 基本上大家都认可就是在第一次润茶的时候时间差不多接近一分钟后对后期的这个香味还有甜度的这个释放有很大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平饮这款茶的第一泡 那么大家首先先从颜色和汤色上来看呢 这一泡的汤色是属于重香槟色 呃 19年的茶 那基本上存了一年 呃 从颜色上来说呢 是有一定转化的 然后从细出物上来看 我们可以从汤色当中判断出 它的内分细出物是很多的 而且闻一闻 这个在茶海当中在汤当中是有一定香度的 那么第一泡饮过之后 实际上老王的感受呢 是第一几乎喝不出这个苦味 有微微的色味 然后转化的这个回甜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的甜运是很强劲 那么这点呢 还是比较惊艳的 呃 我们继续来冲泡 呃 像这款茶 它因为比较的松散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夜底都基本已经散开了 所以老王的建议 它的这个出汤速度 差不多就是五到七秒之间就可以了 随着这个喝呢 我们从第二泡第三泡当中呢 就是感受到 它的这个色味呢 呃 还是可以化掉的 但是是有些明显的 但是田运呃 非常的强 而且在田运之中包裹着一种花果香和山场气息 那么老王看了一下这款茶的介绍当中啊 也提到了这款茶实际上是用了几个山头的这个古树的春芽啊 就是春料进行了 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介绍当中也提到了有这个布朗山啊 蒙库啊 蒙宋 还有这个格朗河的这个古树茶 那么这款呢 拼配茶实际上也是这个古树拼配系列当中呃 很有代表性的一款 那么这些山头当中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格朗河呃 老王之前没有介绍过 没有提到过这个字 今天就特别的呃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南诺山啊 这个地名 而且很多的茶友可能也知道南诺山还有帕沙的这种茶山 其实这个所谓的叫同乡山头啊 是相对南诺山而言 那么帕沙茶山和南诺山都同属于这个格朗河乡 所以呃这里大家就能够体会到 呃这个茶 它其实是有这个帕沙和南诺山的一些特点 那么总体来说 它的这个香韵甜韵呢 都是比较的出彩的 尤其是呃回甘之后的甜韵 那老王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呃很多的茶虽然口感很甜 但是相对比较薄 这款茶实际上它的呃回甘之后的口腔中的甜韵非常的好 这个实际上是老王比较推荐的 应该也是今年老王觉得在拼配塔当中很推荐的一款这个古术的拼配 我需要你吃的东西 我需要你吃的东西